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中心王的洋主播,马丁,来自加拿大维多利亚,我在湖南学习中医十多年了,会研究腿打,把关。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我实习的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复苏医院,看看医好难求的中医二科明医,江迪的日常作战画面,来,一起。 江迪教授是湖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复苏医院,主任女士,湖南省民中医。 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她坚持有春中医药治疗,二科医病,在小儿呼吸,小花系统医病等方面,形成自身特色和优势。 年,免贱量最高大,六万人次,被很多年轻妈妈称为神医。 在工作之外,江迪教授还积极投身中医科普,公医事业。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兴社,中兴网,看杨主播,看梁慧。 现在我们要进到江迪教授面对面,神讨,他活的原因和一些中医话题。 江迪教授,您好。 我想问您,您成长在这个中医世家,在中医领域也有自己独到之处,获奖了湖南省百九恩奖。 现在每天从全国各地来教您看病的人这么多,我很好奇。 您为什么会这么活呢? 这个活啊,并不是说是我一个人活,应该是我们中医啊,这个国大精神啊,在中医治疗,治疗一些疑难病或者肠疾病。 在中医预防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它独特的优势,应该是我们中医药比较神奇。 现在很多外国人在学习中医,包括我自己也是中国尖州的爱好者。 您觉得中医为什么会引起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的外国人学习和研究? 外国人,你觉得我们学中医,它的难度在哪里?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繁衍生成都是由我们中医药在这里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这个中医啊,它是一个文化,它我们的底蕴很深厚。 所以呢,对于中医药的这个治疗防病啊,它有它的这个优势。 外国朋友学中医的话,有个很大的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了解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尤其是中医药的文化。 如果了解了中医药的文化以后,再来学中医,就会达到一个四半更倍的作用。 因为中医药的这个包括中医药这些灵状的这些诊疗啊,这些治疗方法或者这个辨证啊,这个都是跟中医药文化有关系。 我也感觉得到它是非常全面。 对对对,它不是单纯一门科学,一门一门学口,它是一个文化,实际上是。 中医药在中国也有很久的历史, 但是对一部分的外国人来说,他们还是不太相信,或者不敢相信中医,觉得中医很神秘。 您觉得中医为什么受到这种争议呢? 这个有几个方面,第一呢,因为现在我们社会发展了,我们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加紧密了,以前是比较比赛的。 所以它国外的话,对我们中医,它了解不够。 第二的话,我们中医的这种病症思维啊,我们中医的这种诊疗方法,跟西医,跟现代医学,跟西医医学,是两个不同的,两个体系。 如果按西医的体系来评价,来衡量中医的话,不那么中确。 对吧,因为中医它不同,所以无法用这个解剖学啊,什么实力学啊,去解释中医的现象。 所以大家就不理解,因为它没有一个科学标准的衡量它。 中医它实际上,按我们讲的话,中医它是一种哲学体系了,所以它跟它人文啊,跟所有的东西都全部关联在一起。 所以刚接触的,尤其是接触过西医的,在这些中医的话,他们无法理解。 但是通过一定的时间,深入了解,把中医这些思想,把这些这些思维,通过进一步的了解以后,它就可能就对中医的这个信念度啊,对中医的这个认知度啊,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提高。 你非常注重中医的传承,特别是对中青年中医医生的培养,非常用心。 但是在中国有一种信箱,就是似乎年纪越大的医生,也就是欣赴他们。 为什么会这样呢?师傅会给中医的传承带来麻烦吗? 因为中医它是一种经历医学,跟病人接触在诊疗过程,不能去积累经验,它经历越丰富,它的诊疗水平,它的臨证经验,它就越丰富,它诊疗的效果,它就肯定很好。 为什么现在我们中医的发展,我们要全程,我们里面一个很正硬的部分就是师程,实际就是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教育体制,很多是上大学以后我们才开始接受中医,它在这么很短的时间内,它要把这个中医的经验,能够自己去揣摩,自己去整洁的话,这个时间跨出去很长,跟老师一起临传的话,在这个老师的这个诠释中间, 它就可以潜移没法地把老师的几十年的经验,再加自己的这个体费,就能够能够起到一个试帮功倍的效果,以后临床的这个时间,可以大大的手短。 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医如何更好地做,像海外,帮更多的人,就是治病养生, 你有什么建议吗? 中医药学,中医药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中间起的这个重要的作用,大家是有目更多的。 这么好的一个治病,防病的这个方法,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医学,能够推广到全世界。 但是也推广到全世界来,这就有一个很多因素,有治愈作用。 第一,文化不同,语音不同,中医它是人与人生的交往,一个语音,语音有个问题,到底这个语音我们怎么能够沟通得很寻常,这是一个问题。 原来就是一个当地,一个政策问题,我们这个中医药文化怎么全播,我们国家制定是一个政策和国外互相制定的问题,原来我们中医的行医的资格在国外得不得到论口,这是一个方面。 原来就是我们中医,像我们中医,推拿,这个推广就要快一点,因为它的自由的因素少一点,像我们中医的话,如果要领权的话,我们肯定开中医药,这个中医对于我们中医的领权疗效起个关键的作用。 它没有中医,中医的水平再好也没用,到底这个中医药在国外,我们怎么去栽培,怎么去制作,怎么去加工,这也是一个制约中医向国外推广的卡脖子的问题。 如果说,第一,我们国外认可我们中医,这是前提,然后我们中医开出了一个中医药,又能够保证质量,能够保证数量,那这个中医才能够有效地向全世界推广。 作为中国全国人代表,每年两会,您都会带出多份针对中医药发展的建议,今年参加中国两会,您会提一些和中医方面相关的建议吗? 当面我们肯定是要为我们中国的中医,能够抵取一些非常好的建议,主要是以中医药的发展,中医药的全程,这方面的一个建议,在我们俄科,尤其是我们中医俄科医生的培养问题,中医俄科医生的发展的问题,在我们中医来,对抗养方面,智慧病方面,也在这里筹布在这里,想这方面的建议,具体的话,我们可能要, 过程时间才能够把他形成文字,谢谢张迪教授,接受我们的方谈,相信在张迪教授等中医人的努力下,中国的中医药一定会更好走向全世界,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